夜市裡人來人往 突然一名男子不斷向前跑 後方還有警察在追 逛夜市的小朋友 還差點被撞倒 換個角度看 男子手上抱著以帶行李 在人群中逃竄 原來他是通氣犯 試圖掙扎逃跑 最後被優勢警力壓制逮捕 被逮捕後問題還很多 一邊哀嚎 求饒警方把手銬用鬆點 立刻被果斷拒絕 警車的聲音啊 那個就平靜 他就發那個聲音 我有聽到那個大聲喊的事 就壓制啊 十幾個警察來壓制啊 就喊得很大聲 回到現場 是台北知名的猛仔夜市 當時上演金匪追逐 長達一百公尺嚇壞不少逛夜市的民眾 事發在二十七號晚間 猛假夜市平時人潮不少 這名逃跑的酌性男子 是毒品通氣犯 隨時把家當帶身邊 方便逃跑相當狡猾 這回騎車出門遇到警方 以為逃到夜市混入人群 可以甩開 結果被警方一把抓 逃了八個月的下場 狼狽落網進到監獄服刑 三地新聞王一軒林玉均 台北藏寬報導 受騎車出門 使用心的男子